三十二里 这东西也太全了吧 刚才试吃了一下 都不错 水开了 我俩今天去冲门 激动的是 就是长沙的三十二里 开到北京了 正好在冲门那边 我俩就买了一波 把想吃都买了 他们家在长沙还挺火的 我俩这个东西冲门背后都棒了 他们家是两种泡芙 这个是买五增一的 然后我俩拼了一下 三团三泡 我俩都留着小条看这边 叫什么名啊 爆香团子跟泡芙 鲜奶霸波波 白玉奶油团子 这六个三十五 不知道是就这样 还是我俩背回来摔成这样 我俩就买了 我俩熟吗 嗯 嗯 奶油挺好吃的 有点腻 我感觉奶油有点像萌萌虫里边那个 奶昔 有点黄油似的 你敢说硬奶油吧又不那么硬 有点配奶油的质量 它就挺好吃的 但我有点甜 马蜀跟奶油这个组合还蛮好吃 这好轻啊 三跑 骂人呐吧 鲜奶 罢剥剥 奶茶的那个茶点 哇这酥 最痛苦 它上面吃那个果仁 什么果仁 山河的碎巴 就挺香的 也不知道它烤糊了还是怎么 这壳有点偏硬 跟奶油不是很好的融合在一起 但是挺好吃的 这奶油比较少 有一处意压味不错 这个泡芙一般 我更喜欢那马蜀团子 现在又更爱咸奶巴 啵啵啵啵的 语吟呢 这个挺好吃的 我俩在这师傅吃的 可以说是近期吃过的 最好吃的马蜀 就特别特别软 而且奶味特别浓 然后里边的果干也很多 是葡萄干 奶油没辣 还有黑芝麻 就像这样 这挺香的 这有点像桃酥 咸松一口酥 里边就是那种肉酥的状态 它油会大 外面特别酥 对外面特别酥 然后我觉得它下有点甜 其实吃不太出肉松味 这一般 尤其下一位老铁 都吃了吧 我好软 吃吧 也不跟奶油一样啊 跟这酸奶味 好腻啊 这奶味有点绿意吃 我不太喜欢这个 它这蛋糕体气挺好吃的 下渔尝那绿色的椰子 有人吃过我们那绿的啥味 是一吃减菜脱眼功能都退化了 这真不好吃 咋没 好腻啊 反正一个是什么牛肉粒酥 这是猴吗 这是什么的呀 哦 这是牛 消瘦 丑上光线不好了 你看 刚才我这么打开的 我说这是个猴吗 后来发现这么看 人家牛少一牛鸡脚 人家零饭得乐表 谁啊 这个牛肉 这是牛肉的 橱椒牛肉粒饼 哦不酥 爸爸妈妈都不记了 就很牛舌饼 比牛舌饼辣 比牛舌饼甜 是蛮牛舌的 特别甜版的牛舌饼 看它有没有牛舌饼里边 那椒盐的那 嚼的那感觉 它这个馅儿特别细 吃过香了 牛肉干嘛 就那味儿 有点辣 其实 也不难吃 也不好吃 不会回购 得乐 接宝 聚了 感觉辣丝啊 这更牛舌一点 不辣的牛舌吧 跟刚才那橱椒牛肉一曲 橱公升鸟 这就是不辣 然后没什么辣 没那么甜 对 没那甜 跟刚才吃的口感一毛一样 总来说 他家最推荐 凉奶空气马蜀吧 嗯 第二推荐这个 白玉的这泡芙 白玉团子泡芙 就团子 嗯 好多啊 那个泡芙也还凑合 这个第三推荐 其实 可是挺好吃的 对 第三推荐 这什么波吧 什么玩意 然后其他的 那个饼 有点一般 如果我买的话 建议你们买那个白的 那什么德勒 就是我俩啊 更偏爱 岛香寸的牛舌饼 嗯 所以就觉得他一般 不过马蜀真的是 我觉得直行吃过 最好吃的马蜀 马蜀软糯 Q弹的 而且也很香 那么本期视频 你自己好无乐趣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的话 记得一键三连哟 那就拜拜了 我们下回看电影 拜拜